讓他躺著就好了 幹嘛 讓他躺著就好了 119已經在路上了 眼看朋友似乎沒了意識 男子著急想帶他去醫院 但正要把人扶起來 就被圓警制止 他受傷你負得起責任嗎 他叫你出示證件你不出示 男子越說越激動 警方好言相勸 他也聽不進去 最後連盤查身分 都不願意配合 事發地點就在台北市新一區 距離捷運站大約500公尺 附近還有兩間學校 現場警鄰林口接夜市 日前星期五下班時間 路上還有不少人潮 當時證明脫序的男子 跟朋友在附近的店家吃飯 但沒有想到離開時 朋友是喝得醉茫茫 總沒幾步路就倒在這地方 把現場的民眾全嚇壞了 警方調查 歐姓男子朋友喝醉倒地後 附近剛好有圓警 在交通疏導立刻來幫忙 不過歐姓男子卻堅持 要扶朋友起來 還認為圓警都不幫忙 儘管對方檢視怕有惡事傷害 他人不要罵不雅自演 被妨害名譽 妨害公務罪嫌送辦 事後哀罰一萬元 馬路會有車子 那其實頂多只有行人 萬一他有骨折 他有內出 爐內出血 或者是 內臟其他的破裂 外表看不出來 對 所以說不要去移動最好 儘管這回是因為看見 朋友有難心急想幫助他 但警方都在現場了 最好還是交給專業的處理 否則一不小心 恐怕越忙越忙 TV新聞黃金國家 阿嬤雅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